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松的飞过了第一道门 之后陆续飞过数道天门 当陶侃正准备飞越第九道门时 却出现了一个守门人 拿着手杖挡在他面前 陶侃试图绕过守门人想进入第九道天门 没想到守门人将手中的手杖向陶侃回来 明明只是轻轻一挥 力道却大到将陶侃击落到云层下 重重的摔弱到地面 折断了左边的翅膀 天才刚亮 陶侃就醒了 但总觉得浑身不对劲 尤其左侧的腋下隐隐作痛 却又找不出是什么毛病 想来想去 陶侃觉得自己做的梦 可能有暗示什么预兆 于是吩咐仆人 快去请解梦人来家中一趟 过了一阵子 仆人将解梦人带回来 解梦人恭敬地对陶侃行李 见过大人 陶侃说 我昨晚做了个怪梦 不知道是吉是凶 你可要帮我仔细推敲 随后陶侃细细描述了他的梦境 解梦人在室内来回舵步 神情严肃地思考着 然后他停下脚步 拱手对陶侃说 恭喜大人 陶侃疑惑地问 为什么说恭喜我呢 解梦人回答 身上长出八只翅膀 那是指人才会遇到明君 可以发挥长才的征兆啊 天上有九道天门 地上有九个州 飞过八门 表示未来会镇守八州 但是有一道门进不去 是指有一个州 无法归宁同管 解梦人叹了口气 惯喜地说 遭受到仗疾而折断翅膀 这是不完美的地方 实在是美中不足啊 如果能够过了最后一道天门 那您未来将会极为尊贵不凡啊 因此 美中不足就是指 事物虽然美好 但是仍然有缺陷 美中不足固然让人觉得有些遗憾 但也不要因为一些小缺点 而忘记了美好的部分哦 同学们 听完美中不足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故事的重点吗 好看究竟做了什么梦呢 如果你是解梦人 你会怎么解释他的梦呢 现在 让我来带你回顾故事的重点吧 今天的故事美中不足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元气 陶侃做了一个特别的梦 并且在醒来后 夜下隐隐作痛 所以请人到家中帮忙解梦 过程中 解梦人解释 飞越八道天门 表示会镇守八周 有一道门进不去 是指有一个周 无法归陶侃同馆 故事的结果 因为没有越过最后一道天门 所以解梦人替陶侃感到惋惜 觉得是美好事物中的小缺陷 同学们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美中不足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地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你曾经做过特别的梦吗 会不会觉得 那个梦 有暗示生活中的什么事呢 请分享一下 你自己或是周遭朋友 有没有什么 美中不足的经验呢 上面两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点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 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咯 今天的成语 美中不足 是指 事物虽然美好 但是仍然有缺陷 主要会用来表达 略有小缺点 我们来看看 美中不足 可以怎么使用吧 这套音响的配备 真是一流 美中不足的事 体积太大了 这个地方的风景 秀丽宜人 适合出游 但是位置偏远 而且交通不便 则是美中不足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与美中不足相关的词 有哪些吧 相似的词有 白欲为痴 白臂为侠 相反的词有 实权实美 完美无缺 尽善尽美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同学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